很多人应该都知道二星通过率其实并不是很高 那你们知道三星和四星的通过率 其实是要比二星通过率高了很多很多 那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那在这里我会提前告诉大家 如何去提升二星的通过率 觉得有用的小伙伴可以提前收藏起来 大部分的人在二星卡住的原因 都是因为法兰佐没有掌握 那视频前的你如果说准备报名 或者已经报名自由潜水课程的 可以提前去练习法兰佐 来提高我们二星课程的通过率 当我们的法兰佐足够熟练了 一路考到四星其实难度都不是很大 我之前是有制作一期 关于如何练习法兰佐的视频 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翻看一下我的往期视频 大家还有可能会在课程开始前 去担心静态闭气的考核 那二星的要求是至少两分钟 大家可能会在课程开始前 自己尝试在家中去练习闭气 对不对 大部分的同学应该都是在快要到两分钟的时候 感觉自己实在憋不住了 然后就放弃了 那其实我们静态闭气的考核 是在永世中进行的 学习过理论课 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在水中进行闭气 会比陆地上轻松很多 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 大家不要一个人在家中的浴缸 或者两分钟去尝试闭气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因为非常的危险 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OK 我们再回到问题里 当我们在做静态闭气考核的时候 你的教练师会在你的旁边 帮你做精神上的引导 让你在闭气的时候不那么的紧张 所以基本上两分钟的考核标准 大家都是可以达标的 那听到这里 你还觉得二星考试难吗 好了 如果说大家 还有关于自由潜水的其他问题 可以评论或者私信我 或者说想要寻求组织的 我也会尽力地帮助大家 那在这里预祝大家考试顺利地通过 我是日耳挑战的TEMP 我们下期再见 给大家!!!! 在节目中 EVEN WEgoing One 等一位全工 永茲 永远